家长带着小朋友来到水里溪盘吃便当 一新开盖子就闻到了满满的香气 以及看到很怀旧的菜色 让游客马上就感到肚子饿了 没想过可以在水里溪盘吃便当 参加的游客都感到很有意义 最近我第一次走下来水里溪 然后在这水里溪河畔 其实风景很好 然后吃法木便当 我觉得这感觉体很棒 就是可以下次大家可以去过来哦 我觉得菜色也不错 就是非常的有古早味的感觉 在西方吃当然会觉得感觉不一样啊 就好像有在那种户外啊 好像辛苦的工作了 然后又可以得到很丰盛的享受这样子 很有满足感 水里最美的就是这条溪 所以我们觉得 因为其实很少游客都会 很少游客都很少走下来 其实我觉得很可惜 所以我们这次办了这场活动 希望可以在河畔底下 这边吃便当 可以听到美美的水溪声 其实就是一个很大自然 在这边就河畔下去用餐的体验 水里溪除了有好风景 还有微微的凉风 还可以享受到珍贵的负离子 因此水里就由返乡青年 积极推广亲近水里溪的活动 并借由特制的怀旧便当 让大家感受并了解当年新盛的木业时代 这次呢也不采用就是一般的纸盒便当 我们用我们的环保餐具 所以我们用伐木便当来代表一个水里小台北的概念 其实在水里很多的在地美食是需要被推广的 刚好我们家已经开快40年了 所以我们见证小台北那时候伐木工人吃的是怎样的菜色 然后也是结合我们水里市场的一些二代三代的 他们所经营的牛肉猪肉鸡肉跟蔬菜 然后透过厨师的料理 用着可口的美味的餐点 然后把它放到场合里面 那你来到水里溪吃 吃工人便当 然后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当时工人他们是吃怎样的菜色 就是吃便宜 然后又可以吃饱的料理 亲自来到水里溪盘 享用怀旧便当留下美好回忆 主办单位希望借此来推广水里溪的风景 以及人文历史 让游客能够更加认识水里 喜爱水里之外 也能够促进观光与产业的发展 记者蔡世奇 水里香采访报道